复兴航空G1-235班机 4号上午坠落基隆河 机上58人 截至目前为止 31人罹难 15人受伤 12人等待救援 搜救人员今天早上7点起 出动5、60名潜水人员 继续进行搜救作业 救生艇在基隆河上来回搜寻 企图找寻生还者的下落 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救难人员今天早上 先将残骸机身剧断 再以大型吊具将机身吊起 军警销4号晚间彻夜搜救 机身机尾和机头 陆续被吊挂上岸 部分机身残骸和乘客的行李 被陈列在岸边 等待复航处理以及家属任领 而中等人员5号凌晨0点26分 也寻获正副机长廖建宗 刘自中和侯丙中的遗体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台北报道